Yo what's up guys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商谈 Gentlemen 我是Curt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想利用这一期简短的影片啊 给大家呢 来回复一个表友的问题 就是之前啊 有一个表友在我的影片底下 在问这个Cartier Cardia这个品牌 值不值得选择 值不值得购买 1万美金以下 有什么选择 推荐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呢 来说一下 我对这个品牌的一个大概的印象 还有我自己的 对于这个品牌的感觉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说一下 我对这个品牌大概的印象啊 我觉得这个品牌呢 还是老牌的 高级万表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 它的这个旗下呢 也是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款式 耳熟能详的款式啊 比如说这个Tank 坦克这个系列 还有Santos 这两个系列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款式 但是这样的万表呢 有的时候啊 比较温柔 比较内敛 比较优雅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啊 看个人的生活方式了啊 那么在 我觉得这个品牌 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尤其是正装的万表 我觉得看起来呢 佩戴起来 佩戴正装是非常非常优雅的 很多古董的 比如说像Tank啊 很多古董的款式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选择去购买 那么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呢 有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啊 这个万表的品牌呢 经常的以前啊 现在也有一些的万表 已经换上了自主生产的机芯了啊 那这个品牌 大多数以前的万表呢 很多的款式呢 还是使用的这个通用的机芯 我说的是机械表啊 还是通用的机芯 甚至是十英的万表 比如说它经典的Tank啊 我觉得它有很多 比如说通用的机芯和十英的万表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的问题啊 那么第二个 我觉得有一点的问题呢 就是啊 这个万表呢 啊 这个品牌呢 可能偏女性化 女性喜欢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啊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 那这个女性对于Cardier这个品牌 是不太能够这个把持得住的啊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来讲 对于很多的男性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 这个不太愿意去选择啊 这个品牌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啊 就正装的万表来讲 有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款式 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尤其是你想要一个特别温柔啊 特别内敛啊 特别优雅 然后配搭正装 出席一些宴会 一些晚宴 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的话 Cardier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万表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Cardier这个品牌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再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啊 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品牌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啊 还有一些平时的啊 一些穿搭啊 除除了穿正装以外啊 我觉得啊 我这种粗犷的这种 这种个性是不太适合这个Cardier这个品牌的啊 那这个戴一个棒球帽 有的时候啊 这个配起来这个Cardier实在是不太啊搭配 所以说我自己个人对于这个Cardier呢 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Tank啊 或者是Santos这两个款式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有很多的朋友问我这个蓝气球啊 这个Balloon Blue啊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男士的话呢 尽量不要去选择这个款式了 那因为这个款式呢 大多都是女性在去选择啊 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这个Cardier呢 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款式 但是毕竟啊 这个很多的现在这个款式啊 跟这个女性化啊 有很多的联系 我觉得啊 这看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那在这块呢 我带给大家呢 这个因为这个表友在问我啊 一万美金以下 推荐一个Cardier的这个品牌的腕表啊 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呢 首先有三个你可以去看的 我觉得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古董的小小的那个Tank 非常经典的啊 黄金的啊 就是贵金属的 我觉得Tank 尤其是小一点的这个Tank 在以前啊 上个世纪 其实大家想的很久远 其实也没有那么久远啊 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吧 很多的这种正装的腕表 都是size 这个大小是非常小的 没有像现在这种正装的腕表 这么大的啊 这样的一个size 我觉得小的Tank 古董的啊 贵金属的 你可以买到一些非常经典的 而且价格非常好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啊 我觉得如果你对古董的有兴趣 或者你愿意去接受那种啊 那种风格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选择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觉得大家啊 现在如果是量产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Tank 系列下面的一个叫American 啊 这个这个款式 我觉得这个款式呢 是比较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如果大家不去选择 它的贵金属的这种设计的话 大家可以去选择啊 不锈钢的设计 大家记住了啊 是Tank的American 这个款式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相对来说 它的边缘相对来说 比较粗一点 然后呢 整体感觉没有那么的阴柔啊 阴柔 我这块可能用这个词会比较的这个适合吧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品牌啊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觉得当然了经典的Santos啊 这个款式 因为它外边有那种这种设计吧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粗犷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啊 男士的话带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野性的啊 所以说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推荐这三个款式啊 就是稍微古董一点的这个普通的Tank的系列啊 那当然了 有这个机械的有这种实应的 我觉得你看你自己的这种想法了啊 但是我觉得老款的古董的一点的这种Tank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选择的之后呢 就是American啊 这种大家可以去买不锈钢的啊 之类的 我觉得都不错 最后呢 这个Santos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Curlier这个品牌呢 我觉得啊 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作为正装 尤其是特别正装的腕表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尤其它所在的那个价位上是非常适合的 啊 我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大家呢 想要在一万美金以下买一个正装的一个款式 大家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啊 机家呀 或者甚至你可以去选择劳力士了 那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说劳力士了 除了劳力士以外 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机家呀 啊 GEO啊 GEO WT啊 这个Glasuta这个品牌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选择 但是这些品牌呢 我觉得相较于Curlier来讲啊 没有那么的正装 我觉得Curlier是要相较于他们更正装 更优雅 更温柔 更内敛的一个品牌 那很多的朋友也会说啊 如果特别正装的腕表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可以去买比如说朗格的腕表 百达菲利的腕表 甚至是Brigade啊 这种腕表 我觉得其实都是真的是非常不错 但是啊 他们的价位啊 稍微高一些 我觉得与这些档次的腕表相比 Curlier在正装上是不输那些品牌的 尤其是在这个优雅度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啊 如果大家现在的budget 就是在1万美金以内 甚至5000美金左右 或者以内的话 想买一个特别正装的款式的话 如果你能接受非常温柔 非常阴柔 非常优雅的啊 这种风格的话 Curlier绝对是非常好的选择 出席晚宴 出席宴会 出席正式场合 非常正式的正装 甚至宴尾服 Curlier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简短的 影片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Peace